叶红鱼要废掉 这个对他施展昆自觉的人 就在他准备要划破熊出墨的动脉之时 一叶天书从天而降打落了他的长剑 原来是陈某不想让叶红鱼 毁掉盗门的俗世政权 使得盗门分裂 所以他撕毁一叶天书 救下了熊出墨 忽然熊出墨想要趁机偷袭叶红鱼 不料叶红鱼手腕反转 埋藏体内的金线突然迸发 瞬间将熊出墨的手掌缠绕 锋利的金线勒进了他的皮肤 钻心的疼痛差点就让熊出墨咧嘴大哭 就在这时 灌主再次撕下一叶天书 向着天空抛出 一叶天书便如一道天启的神力 不但将叶红鱼的金线割断 而且还将它继承了重伤 你竟然以天书为弃 弹河正道 天书和陆子军 你也会惊点心啊 你杀不死我 我的生死 只有我能决定 此刻叶红鱼对盗门的信仰 已经彻底地崩塌 他头也不回地跑到桃山的悬崖边 毫不犹豫地跳下万丈深渊 以求死地而后生 而宁缺在被浩天桑桑 千刀万剐之后关进了幽阁 待他醒来之后 发现全身的伤口都已完全恢复 然而他最为关心的还是他那根 能钻天三分的工具 经过他仔细地检查之后发现 已经具备了休息葵花宝典的独特条件 气得他破口大声骂天 你这个狗屁天女 我叫你不能吼死 桑桑听着宁缺在幽阁里面大放厥词 只能对他做出相应的惩罚 却是始终不能斩断 他和宁缺之间有着诸多沉原 他经过天算之后 既然沉原斩不断那便了断 所谓沉原便是他遗落人间的人情 于是他决定与命还请 他和宁缺曾经亏欠皮皮的命 所以他下令要求神殿停止 对陈皮皮和唐小唐的追击 让他们再多了一次生命 然而宁缺却是一个例外 故而才将宁缺放出了幽阁 我与这世间有诸多沉原 有很多人需要我补偿 而你我之间的沉原 则是你需要补偿我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刺货 像曾经你刺货我一样 不错 从此宁缺 每天乐此不疲地端着洗脚水 反而是一脸享受地替他洗脚 洗得稍微有点不舒服 就会被恩赐一脸洗脚水 相反宁缺还并不觉得这是惩罚 除了每天洗脚之外 还要每天做饭刷碗 承包着所有家务 就连每晚睡觉之前 都要替桑桑提前拿好被窝 每当他还想再拆一次耗资之时 立即就被拉出被窝 睡在冰冷的地面 就在宁缺与桑桑的日子 枯燥乏味重复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要了断与我之间的缘分 你才让我把曾经亏欠你的东西偿活 你是不是也应该 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 比如 这 有些东西没了 的确很不方便 不料他想要的东西 不但没有找出来 反而被桑桑握住了双手 他们互为本命 这时他能感受到桑桑的意识 浩天的意识浩瀚如星辰大海 宁缺的湿海掀起了惊天巨浪 因为他看到了他与桑桑之间的回忆 他们之间的所有过往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安排 我与夫子相看千年 谁都奈何不得彼此 我便以添算 构置了一道自然之局 降临人间 最终在似水畔 成功逼迫你的老实登天 你从小在我身边 就是为了害死我老实 对你来说是放不下的过去 对我来说 是曾经计划的一切 然而此时的宁缺 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算计 都是假象 都是天设的局 这让他开始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地转身离去 他快速地来到万丈悬崖边 纵身一跃跳下了深渊 就当桑桑决定以命还情的时候 自以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了断成员 其料当他开始看中人类情感时 他也已经开始渐渐失去 他是浩天的客观性 在前一幕画中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书院算天的计划获得成功 终于将浩天留在了人间 去哪儿 以前这些事 不都是你来决定的吗 这次听你的 去看看你的人间 江夜第二季剧中